首先呢 我觉得徒手挥拍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训练啊 包括我重新练横打的时候 也是经常照着镜的自己挥拍去练 这位球手的挥拍的感觉呀 动作框架呀 协调性啊都很不错 但是这个意识不对 因为它是闷着头挥的 匀速 就是这样 我想这一点不可取啊 我们得认识到一点 说我们挥拍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更好的击球 对吧 这一点是主体 但是你这样挥拍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前面有个球的话 你能打到吗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我们挥拍的同时呢 一定想象着我正在击球 要有这么一个感觉 这样会更贴近一些实战 然后也会对打球更有实际的帮助 那我们再回到技术上 就是说 这部球挥拍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有一点 没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它挥拍前后都是匀速的 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正常打球是有的节奏感的 正常都是一下还原 一下还原 一下这样出来的 不可能是这种打球的状态 所以说从意识上 我们还是刚才那说了吗 你一定要有一个有球的感觉 有球的意识 这是一点 再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正常要想拉球的话 还是贴合实际吧 你看你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低着头 这样去挥拍 如果有球的话 你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是吧 我想只有加上 有球意识的这种挥拍 才会对你实际打球 有很好的帮助 如果说只是为了挥拍而挥拍 这样效果不是太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